最近由郭靖安、周立奇、林文龙、杨怡、钟佳新主演在《创世纪》正在热播,周博豪虽然是一个大帅哥,但却成为了观众最讨厌的角色,因为大家觉得程凯和方泽宇的二人组很明显, 就却在《模仿创世纪》里的叶蓉天和许文彪,周博豪又因为演技刚发被喷了,其实在试图形正儿日播的时候,就有网友说周博豪虽然长得帅,但演技可不行,周博豪是歌手出道的,但却没什么名气,只有在说远的香港和广东地区才有人知道他,周博豪在成为歌手之前 做过救生员、游游教练、钢琪老师、模特等,后来受到陈光荣的赏识签别华那成为了男艺人,因为一张帅气的脸,外界对他的评价很高, 与游游乐一起被称作是港男的代表,在此线上一张罕见的大合照,彭于燕、周博豪、游游乐三位荷尔蒙型的大帅哥同框,那时候的周博豪经常留着同一个发型,两边产青,头发全都飞过去,一度被称为百豪头,距离发便只要说一张百豪头, 理解力再差的邱女老师,都知道,要什么样的发型,不仅长得帅气,大运动的周博豪还练了一身肌肉,演唱会上他医疗体衣服,大叔都不战定了, 而周博豪后来一直被媒体叫做千亿女婿,就是因为他和赌王的两个女儿,何超远,何超连都传过绯闻, 2010年,何超连和皮草太子爷王大叶分手后,就看上了周博豪,据说积极道追着他,连续两晚去给周博豪的话剧捧场,还去到后台聊天和照, 但当媒体问到周博豪是否敢追,何超运这样的千金大小姐,周博豪说如果想追,不会考虑家屎背景, 其实周博豪丝毫并不想追何超运,因为他在拍电视剧《友谎出租2》期间和剧中女演员杨爱景在一起了, 甚至还在网络上表达爱意,世界早安,又是剧集拍摄,今天我有女朋友杨爱景, 这一举指引打翻了河,超运的醋盘子,竟跑到底下留言,不是我吗? 然而周博豪并未回复他,2013年,何超运和陈山聪两年恋情结束后, 又杂志报道,何超运,又企图勾达周博豪,周博豪只能无奈回应,不要玩我了也, 对于何超运的倒追,周博豪自始至终的态度都是球放过,算是一股清流了, 躲过了姐姐何超运,又来了妹妹何超连,看来周博豪是真的被赌王家给看上了, 因为何超连去看周博豪打球,两人的悲闻就开始传得满天飞, 但这次周博豪的态度还是一如既往,否认否认再否认, 赶连去赌王两个女儿,周博豪算第一人, 其实,周博豪对待感情的态度一直都很专一, 他有一个认识了十年的圈爱女友,周博豪对他一直保护得很好, 从未在媒体前曝光过他, 2016年,周博豪花了超过一百万港币, 约了上六十多位朋友,在泰国普吉岛, 为他举办了一场浪漫的婚礼, 有财,有言,有富鸡, 周博豪在外貌上的配置并付出给天风时期的陈冠希, 然而他却唱歌不红, 演戏不行,不闻不惑这么多年, 小八觉得最大的原因, 就是因为他太低调了, 赌王的两个女儿倒追他, 多好的炒作话题啊, 他没有利用, 生活中的他人缘很好, 跟于文乐, 熊祖儿, 陈奕迅, 张静轩等都是很好的朋友, 但他也没跟他们炒作有情啥的, 不过在这每个明星挤破头想红的今天, 周博豪这样低调专一的个性, 说不定更能积累死周本, 哪天有一个好的奇迹就爆红了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